市面上号称给男人设计的表不少 但有悠久历史有这种功能的专属机芯 品质保证的不多 万表流行力 天然书接地气 大家好 万表里最有男子气的品类 莫过于计时表了 精密的机械计时器 伴随探险家们征服天空 海洋和陆地 创造和打破了无数世界纪录 还真拿到了啊 浪琴先行者系列又出了一款带非反功能的计时万表 咱们一起录一下 严肃的发烧友所关心的机芯的问题 我们也一起聊一下 先看看这外观 这外观很有男子气啊 表盘上多了两个副表盘 还多了两个按钮 显得就那么复杂 有技术感 这是一种外化的特征 它的深层含义是速度 速度在竞争中 在探险中有多重要 有人说现在不代表 或者说探险活动也不一定代表 但是一款精美的机械表 代表着某种精神 是一个符号 而且是男人少有的高贵的配饰 而且这种配饰越来越精美越来越贵 但喜欢的人趋之若鹜 想想啊 某热门品牌最抢手的是什么款式 这款全新浪琴先行者系列非凡计时万表 秉承先锋精神 致敬历史上的探险家与当代先行者 透明导臂 刻着代表先行者系列的地球标志 和浪琴flatback字样的定制摆脱 这个是先行者系列首次采用 双向可旋转表圈 采用彩色陶瓷材质 夜光刻度 黑色或蓝色太阳纹表盘 红色指针和数字石标 涂以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 在多种环境下均可清晰毒石 绝大多数手表是看时间的 但即时表关心的是速度 咱们都是跑得快 而且能抓到猎物的人的后代 所以嘛 喜欢赛车 喜欢探险 喜欢征服 喜欢先人一步 浪琴这个品牌怎么样呢 自从1832年创立 浪琴有丰富的制表经验 在技术制表领域 一直领先 现在所有的自动机械腕表 都配备了先进的机芯 浪琴大概在100年前 就为探险家和先行者打造 浪琴表了 而这个新款的浪琴表 还加上了非反功能 待会儿请一个熟人 给大家解读一下非反功能 非反浪琴这种复杂功能 是浪琴表悠久历史的一部分 1925年浪琴表档案中记载的 首款设有两个独立按钮 和非反功能的浪琴腕表 搭载浪琴机械机芯具备非反功能 1928年刷按钮 非反计时万表 搭载浪琴机械机芯具备非反功能 1929年刷按钮 非反计时万表 搭载浪琴机械机芯具备非反功能 搭配银色阵型表壳 1936年首批具有非反功能的 计时表搭载13ZN机芯 13ZN机芯是当时技术最为先进的 计时机芯之一 浪琴表于1935年为其非反技术 申请专利 并于1936年成功注册 1937年首款真正的防水计时表 配备经典模型防水式按钮和 非反功能 浪琴表于1938年为其申请专利 1946年大号飞行员非反计时万表 带停秒装置和中央60分钟计时器 1948年30CH非反计时万表 搭带非反功能 三点钟位置设有30分钟半顺时计时盘 可显示1分秒 1968年防水非反潜水计时万表 浪琴专利万表 配备秒针和游标式刻度 可读取1分秒 防水深度200米 上期我们说了 计时万表布局的教科书内容有可能改写 根据是什么 我采访浪琴的全球CEO 他说浪琴是唯一一个从1867年起 就为生产的每一只万表进行编号与记录的品牌 他说这些记录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为飞行员生产了拥有非反功能的机芯 但直到1935年我们才为此注册专利 首个飞越南极点的人理查德·伯德 当时戴的就是浪琴的非反计时表 1928年 这名美国飞行员兼美国海军军官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极探险之旅 1929年11月探险队驾驶福特三引擎飞机准备飞越 1200多公里的未知航程想想就够难的 他们用的是太阳能指针和浪琴表的非反计时表 这是一次19个小时的艰难航程 后来浪琴表收到了一份无线电报 由纽约Whitner公司提供的浪琴表 在此次飞行中的表现令人满意 博德南极探险队再次表达衷心感谢 说了半天非反即逝 这到底是什么功能啊 看看这老熟人怎么说 潘老师 你怎么讲那非反呗 我这不休假呢嘛 视频是按针来的 一针多长时间 1秒25嘛 对 二十五分之一秒 你手指的反应能达到二十五分之一秒 所以这时候时间的精确就特别重要了 要么开天窗或者是闲见不畅 影响传播嘛 看的人都觉得不舒服了 那您给我们举一十几点例子吧 比如说你直播好多场景不可控 然后你也看不到这个大人物 他到底下没下车走没走到这个场景里 是由你的猪队友耳麦里汇报的 你也看不见 那这时候他汇报说谁谁谁来了 结果他又说那人没来 那你这个计时得重新启动啊 那这时候非反就比传统计时表要受用的多了 哦对啊那这玩意够牛的 人浪琴一百年前就研发出来了 看着脑涨了也知道这非反功能怎么说了吧 非反功能是计时码表中的一个附加功能啊 让计时更快更便捷 传统计时表需要先停止并重置后才能重启计时功能 非反计时表只需要按下非反按钮 计时码表的计时秒阵会立即归零重新计时 非反功能按压一次即可完成 停止重置和重新启动 资深发射友可能会说不就一个非反吗 很多牌子都有啊没错 但是浪琴是唯一一个在五千瑞郎以下搭载高精准的非反计时机芯的品牌 这个价位这个配置你还能找出别的牌子吗 欢迎互动 下面说说机芯啊有人会问市面上有好多计时表表盘花里胡哨的 怎么能看出门道呢 从业界的专业角度 计时表的门道是要看一是不是集成了自动上弦的计时机芯 二公认的是带导注轮column wheel的计时机芯比较高级 浪琴的这款非反计时表 其实不用你操心啊早就做到了这些了 而且比你想的还周到 这款表配备的是浪琴专属机芯L791.4 是集成了自动上弦的计时机芯而且带导注轮 离合装置是摆动易烧式oscillating pinion垂直离合器啊 设计上完全挤身业界前列 瓦勒入7750 7753啊这个机芯品质是没得说的 但发烧友啊喜欢机芯里有导注轮的感觉 就为了这种微妙的感觉浪琴就 7750的品质浪琴专属的带导注轮的计时机芯 投着乐吧这还没完呢啊 这款机芯是全新专属抗磁机芯 内置硅油丝耐腐蚀不宜受温度变化和磁场的影响 关于浪琴的这款机芯啊多透露一下技术细节 正好回答一下上次我们讲浪琴Maiatech捷克空军飞旋万表时提到的 防刺性能超过ISO764标准的10倍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款同样防刺标准机芯里啊 使用了LEGA工艺制作的聂磷合金的勤动叉和勤动纹 还有硅油丝 万表的精度和使用寿命都提高了 动力储备是68小时 你查查7750是多少小时 还有瑞士官方天文台COSC认证 所有搭载这款机芯的万表都享受5年的质保服务 下面咱们看看上手啊 42毫米金刚表壳比例协调啊 外观是复合打磨也就是拉丝和抛光组合 表壳上有锋利的导角搭配可替换的金刚表链 棕色皮革表袋和蓝色的织物表袋 这些表袋配备支持全新微调系统的折叠式表扣 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 另外呢在这个照片上你是看不出来的啊 你仔细观察这表有很多很多细节 比如说啊 它这个表圈 我们知道它是衬了那个陶瓷的表圈 但是它陶瓷外圈呢 它是一个金属的精密的尺圈 这个尺圈呢 让我直接联想到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就是德国的精密器材 你想的是莱卡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 德国精密机械不光只有莱卡 这个精密的尺圈所对应的是德国采斯伊康 再一个呢表盘里边有很多细节啊 除了这个我们说的铜色的指针以外呢 表盘的石标是立体千刻石标很有立体感 它这个表盘有几个装饰圈 首先呢它的两个副表盘它是下沉的 它跟这个大表盘交界的地方呢 它也是铜色的或者说金色的亮圈 配合这个表盘外圈也有一个金色的亮圈 被这个Superluma夜光石标刻度分割的这个圈 是细节满满啊 看起来非常的精致 所以啊又是飞行探险 又是专业的非凡功能 机芯是全新的专属抗磁机芯 瑞士官方天文台COSC认证 丰富的表袋选项 即时表本来就是为男人设计的 在所有爆款万表里即时表是最稀缺的 传奇是一方面 主要还是技术难度 市面上号称给男人设计的表不少 但有悠久历史有这种功能的专属机芯 品质保证的不多 尤其是三万多价位的 话说如果女生送男生一款浪琴的非凡即时 一定会让男生竞掉下巴 浪琴的先行者系列非凡即时表 就先说到这里啊 欢迎留言感谢观看 关注分享更赞